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三章 主题是 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 由魏平姊妹撰稿 弟兄姐妹们 你曾经因为搬家离开你所侍奉的教会吗 你会思念与你朝夕相处一同服侍过的弟兄姐妹吗 若你能够听见他们的消息 你会为怎样的消息而感到安慰和喜乐呢 保罗在铁萨罗尼加建立教会 根基还未稳固 他就因逼迫不得不离开 然而 教会并未因保罗的离开而分散 相反 在患难中他们仰望神 离奇偶像 效法基督 兴旺福音 在第二章的结尾处 保罗亲切地称铁萨罗尼加教会是他的荣耀和喜乐 在本章中 保罗继续述说他如何想念铁萨罗尼加教会 因为担忧而打发提摩泰去探访教会 而提摩泰带回来的好消息 叫保罗内心充满喜乐和安慰 这好消息就是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信心和爱心 本章的经文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一到五节 保罗的担忧和行动 铁萨罗尼加前书三章一到五节 我们既不能再忍 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泰前去兼顾你们 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 免得有人被猪般患难摇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远是命定的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 我们必受患难 以后果然应验了 你们也知道 为此我既不能再忍 就打发人去 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 将我们的劳苦归于土壤 保罗在铁萨罗尼加的传道经历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保罗和希拉在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三个礼拜 有一部分人听劝信了福音 其中包括许多敬虔的希腊人 及地位尊贵的妇女 但不信的犹太人形身妒忌 招聚市井匪类迫害保罗和希拉 弟兄们连夜将保罗和希拉送出城去 他们经过比利亚到了雅典 身处雅典的保罗仍然挂念铁萨罗尼加的教会 他担心这个出生的baby 因为自己所遭受的患难 而对神伸出质疑 他更加担心在正理上 还不十分稳固的教会 被诱惑离开真道 因此保罗描述他自己的心情是不能再忍 他打发提摩泰前往铁萨罗尼加教会 做坚固和劝慰的工作 第二节中保罗称提摩泰为我们的兄弟 是在基督福音上与神同工的 由此看出保罗与他的同工之间的亲密关系 共同传福音经历患难 让保罗和提摩泰深思与功 而且他们清楚明白自己的使命 是与神同工传扬基督的福音 第三节中保罗提及他们自己 所受的患难和逼迫 他提醒提萨罗尼加的信徒 他们为主遭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保罗对患难的观念源自耶稣的教导 但这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住你们 逼迫你们 把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收在监里 因为我的名 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也源自初代使徒的传统 他们离开公会 心里欢喜 应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可惜的是 现代的教会将福音 若化为神祝福的工具 鲜少提及为主受患难 更不要说把这件事 当作神的命定了 在这件事上 我们应悔改 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和真正的福音 第三节和第四节 保罗两次说到 他们自己受患难的这件事 是铁撒罗尼加教会知道的 这表明 保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绝不是只谈成功与祝福的福音 而是全辈的福音 他一定多次说起 他们为主民 必然遭受患难的事情 这提醒我们 要对基督的福音忠心 不能为了讨人的喜欢 而有所保留 保罗在第五节中 再一次说到自己的急切心情 他不能再忍 迫不及待地要知道 他所建立的教会 是否能够持守对神的信心 他担心 他们会被魔鬼撒旦 诱惑离开福音 若果真如此 他们在铁撒罗尼加教会中的劳苦 就归为无用了 这让我们想到 教会乃是承载着 天国的使命的实体 是基督的身体和心腹 魔鬼撒旦会动用各样的剂量 引诱教会离开真道 偏离福音 无论何时 教会都需在信心上 被兼顾和鼓励 就像提摩泰代表保罗 所做的那样 第二部分 六到十三节 保罗的喜乐和祷告 铁撒罗尼加前书三章六到十节 但提摩泰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 将你们的信心 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 报给我们 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 切切地想见我们 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 所以弟兄们 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 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 我们就活了 我们在神面前 因着你们甚是喜乐 为这一切喜乐 可用何等的感谢 为你们报答神呢 紧接着前面的担忧 保罗在这里转为喜乐 因为他从返回的提摩泰那里 听说了铁撒罗尼加教会 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 虽然保罗和他的同工们 仍然在困苦患难之中 铁撒罗尼加教会的这等好消息 叫他们心里充满了安慰喜乐 保罗的心情洋溢在自理行间 他甚至说 他们因为铁撒罗尼加 能够靠主站立得稳 而活过来了 保罗因着这喜乐而感谢神 他相信铁撒罗尼加教会 得以兼顾 至终是神的工作 他对神的恩典感受如此之深 甚至觉得无以为报 保罗常鼓励信徒的三件事 就是信心 爱心 和盼望 在铁撒罗尼加的教会中 印证了其中的两样 已经足以让保罗欢欣鼓舞 从第八节的描述 我们看到铁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心 表现在他们靠主站立得稳 如前面一段所述 铁撒罗尼加教会 在刚刚创立不久 就遭遇患难和逼迫 而且还有引诱人的 借着各种机会引诱教会 若是他们对神的信心不够坚定 他们多半是会向逼迫屈服 向诱惑低头 转离正道 信心只有在试炼来临时 才体现出来 信心是对神的 而爱心则是对弟兄姐妹的 铁撒罗尼加教会 领受了保罗福音的教导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他们必定是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 付出努力和实施 以至于提摩泰反馈给保罗的报告中 不仅提到他们的信心 还提到他们的爱心 而他们切切想念保罗的行为 也是他们爱心的表现 这一切都让保罗欣慰和感动 他怀着感恩的心为他们祈祷 提撒罗尼加前书三章十到十三节 我们昼夜窃窃的祈求 要见你们的面 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 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又愿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 心里坚固 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保罗为提撒罗尼加教会的祈祷 充满了热情 他祷告神 成全他们想要回到提撒罗尼加教会 与众弟兄姐妹们重聚的心愿 并为提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心的充足 和爱心的增长祷告 最后保罗在祷告中明明告诉 提撒罗尼加的信徒 主耶稣基督必定再来 而他们需要对此满有确据 心存盼望 至终他们在信心 爱心和盼望上的成长 会达到成圣的地步 这会在基督同他的众圣徒 再来的时候得到完全的实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今的世界叫人绝望 然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是否仍然能够靠住站立都稳 你是否刻意培养彼此相爱的心 和爱众人的心 你是否对基督的再来充满盼望 无论环境如何 我们当将我们的信心 放在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事情上 彼此相爱广传福音 忍耐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对提撒罗尼家教会的称赞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当存着信心 爱心和盼望 忠心服侍主 忍耐等候主的再来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